我現在跟爸爸媽媽怎麼樣? 不該要是你,但我跟我媽合情了 所以,我爸就... 爸的確是在背地裡幹了蠻多我覺得蠻BOLCHER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對我爸蠻無言的 而且他是那種,我問他他還會不承認的那種 所以,拜託不要偷氣摸狗幹這種事情 你有種,你好歹,你直接跟我說嗎? 你今天要出來的時候,媽媽跟你說什麼嗎? 也沒有啊,我就說過了 現在沒有人可以燃得了我 我爸不行,我媽不行,你們也不行 我是一個從一個很恐怖的地方回來的人 所有該體驗的東西我都體驗過了 最好的生活,最好的生活,地獄的環境都體驗過了 所以... 耶,台灣沒什麼好怕的 為了很恐怖的生活是什麼意思? 下谷啊,那個是真的啊各位 你不會想體驗的這樣 會讓你瘋掉了 但是我沒瘋 我活著回來了 整個普吉島變成一個很像一個大型實境節目一樣 以我為中心這樣 皇室,警察,巫醫 都有參與到我在泰國的一些事情 具體發生什麼事情呢? 以後再說... 有聽到你說有在機構或是醫院裡面被綁手綁腳嗎? 現在跟爸爸媽媽怎麼樣? 不高 不高的事情 但我跟我媽和解了啦 所以... 我爸就... 欸... 他跟爸爸呢? 我也不知道啊 昨天怎麼跟媽媽和解? 他有看到你直播什麼事? 應該有啦 他有敢說他很難過嗎? 他沒有啊 我沒有講錯任何一句話 我自己講話有點直接而已 這樣 所以他有跟你道歉嗎? 我也沒有希望他跟我道歉 那...你什麼? 希望... 是失望沒有錯的 但我還是愛他啊 那他有特別盯你什麼嗎? 沒有啊 那...你今天真的要出來的時候 有媽媽跟你說什麼嗎? 我也沒有啊 我就說過了 現在沒有人可以燃得了我 我爸不行 我媽不行 你們也不行 我是一個從... 一個很恐怖的地方回來的人啊 所有該體驗的東西 我都體驗過了 最好的生活 最好的生活 地獄的環境都體驗過了 所以... 你也... 台灣沒什麼好怕的 所謂的很恐怖的生活是什麼意思? 下骨啊 那個是真的啊各位 你不會想體驗怎麼樣 會讓你瘋掉了 但是...我沒瘋 我活著回來了 你怎麼克服啊? 就像我克服所有懷疑一樣 大家越說我做不到什麼東西 我就越想證明我做得到 我很鐵齒 嘿嘿嘿 你有沒有覺得外界對你的誤會蠻多的 隨便 那... 那... 我... 反正我都已經最強了 反正我都已經最強了 我是最強的 但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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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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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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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有個媽媽回家 認識一下媽媽媽有說話 我最近又有點想要離婚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她開心就好啊 會希望他們就是兩個和好嗎? 那... 我覺得我媽開心就好這樣 我爸的確是在背地裡幹了蠻多 我覺得蠻BOLSHARE的事情這樣 所以我真的對我爸蠻無言的 而且他是那種齁 我問他他還會不承認的那種這樣 所以... 欸... 欸... 力度什麼事情 例如... 偷偷把... 我的... 哎呦... 好啦... 好啦... 反正浮水的事你們都知道了嘛 沒有經過我同意的情況下 把我房間裡面的水全部都放一堆苦水 然後那苦水喝起來有夠苦 然後我去問他有沒有這件事情 都當個沒有 這只是其中一件而已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事情我不太想講 畢竟他還是我爸 嘴巴啊 拜託不要偷氣摸狗幹這種事情 你有種 你好歹 你直接跟我說嗎 不可以說 啊...爸我為了你我拚 我把他喝 對 對吧 那你知道自己就是上了泰國的那個新聞有... 就是... 有個... 嚇到嗎 沒有啊 我是說過我該體驗我都體驗過 我還有什麼好嚇到的 而且我也有跟市主道歉過 所以說在泰國怎麼回事 怎麼會跑到別人家裡 我以為那是我親戚家 怎麼會覺得是自己親戚家 我說我那時候很發啊 蛤 我那時候發掉啊 我以為那時候我親戚家 結果不是啊 為什麼你今天來這邊有困難 我原本以為可以討論一些哲學的東西 結果我蠻失望的 是覺得三明跟網友放流 對啊 拜託三明有補氣一點 我都已經給你們一個最好的機會 我懂 我懂 今天也不是想要來讓別人自信心抱歉 或者嗆抱的人 NO 今天沒有想幹這種事情 今天只是想來教大家一些事情 所以沒有特別想要回應說明什麼 是不是 那啊 我覺得你們想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今年大概是幾月從泰國耶 那五月七號就從泰國回來了 那他是有到泰國找你嗎 有啊 怎麼樣你們的狀況 整個普吉島變成一個很像一個大型實境節目一樣 以我為中心這樣 黃氏 警察 烏衣 都有參與到我在泰國的一些事情 具體發生什麼事情呢 以後再說 這什麼要等到以後再說 因為現在不是已經回台灣了嗎 因為 我說過那像地獄一樣的體驗 請問你為什麼一直逼我回響 請問你為什麼一直逼我回響 可以說是他們指使讓你 等一下等一下 我會一直逃到人站起來 好的 是因為他們指使 因為背後偷土才會害你在那邊生意 你就想像我是一個很有正能量的人 然後被一些負能量的人冰上了這樣 然後他們想要竊取我的能量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 有聽到你說有在機構還是醫院裡面被防守防走 那時候的樣子可以跟我們說 我有感受 很像是一個 精神時光屋的感覺 我覺得我一直 反覆想要跑走 反覆死了很多次的感覺 不這樣 不這樣 開心的樣子 好 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 媽媽好像就是 那這個扣嗎 他們的粉絲都不是很胖 沒有 沒有 但我只能說 人會害怕是正常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跟我一樣 所以 我原諒他們 好像就有一直提到前女友的這個部分 我前女友一點問題就沒有 媽媽怎麼認為她有社會 嘖 到底啊 嫉妒啊 哇 哇 那好像是你講到前女友就霧嘴巴 是想要講 唉 那好像有說阿萊就是 忽遠的就是神 差不多都沒辦法 然後他還說他幫他死的 並沒有這回事 都是假的 他會打招呼 我媽也從來沒幫過幫他洗過內褲 所以是阿萊帶你去太多 錯 我自己決定的 再有人說是他做 替我做決定試試看 拿一下新聞我都告 所以那時候去泰國有跟媽媽爸爸這邊說嗎 有阿 那他們怎麼說 沒問題阿 我本來就去那裡做觀光 你知道怎麼 我不是單純去玩的 我也要工作呢 所以你在那邊都做什麼工作阿 自媒體阿 所以你去那邊本來是要拍片子嗎 有阿 我本來就有拍很多片阿 我拍很多很厲害的片子還沒公開 很猛喔 全台灣都沒人拍得出來的片我成功拍到了 然後加上開一些店阿 所以有點像是當管理階層加建營自媒體這樣 可以透露一下那個影片內容 潑水街 還有 然後 跟警察有關的一些片子 滿刺激的 好像Cyberpunk的感覺 泰國版Cyberpunk 正中間 他有預計大概什麼時候會上片 中間上去到的版 等我開心的時候會上 那時候怎麼會去到泰國的醫院呢 那時候怎麼會去到泰國的醫院呢 警察 跟一些巫醫 一起合作 但有些警察是好的 只是 那個時候 專長太招搖了 對壞人盯上 就這樣 那在醫院裡面是有強述說是有被打的狀況嗎 沒有 這個部分是沒有的 沒有 我讓你在兩個不同的醫院待 這樣好嗎 剛剛說精神實況物是另外一個事情 所以一開始是 不知道你嚇得是怎麼嚇的好不好 我只講一遍 不要再問我這個人 首先他把我 綁在床上 給我施打一些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的藥劑 應該鎮定劑啊什麼的 然後再給我吸一些病人氣體 旁邊隔著一個布臉 我以前來一個 不知道幾歲的老頭一樣 所以總類似像那種 能量轉換的 器 就這樣 詳細之後再說 那現在精神通通還好嗎 好啊 每次回想起來都不太好 然後我才剛起來 所以你會想像你的早上起來 七點五十起來 然後 我一定要跟大家見面才行 一定要教大家事情 今天是想教大家什麼事情 看他們質疑我什麼 就好好跟他們講 然後跟他說 好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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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這麼封面 我是一個有雙重人格的人 那時候是泰國的時候是有跟誰一起去 那後來他們怎麼跟你們分開 沒有後來聯絡你 不告是你 你們像朋友是有在網上罵你什麼 讓你今天才會常來嗎 他們是有說的嗎 沒有啊 只是我給大家一個機會而已 我其實是給不了啦 我說過了 我現在要做什麼事 所以我開心 我現在有我很喜歡的工作 我們一定要認真訓練 認真社交 周末只想好好放鬆一下 跟我爸跟我媽講說 拜託 不要再引起更多新聞媒體的注意力 結果呢 逛回家人逛到一半 啊 專桌被下滑了 為什麼 我也不是已經跟你說很多次了 單純即將 然後接下來就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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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爆了一大堆東西 所以他們有帶你去北投的那間偶廟 沒有 我本來不去了 烏來的 烏來的那一間 其實我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者 只是信的不是台灣的佛教而已 那怎麼會有烏來的這個廟的事情 當然就要騙你們啊 不然就 這不是我說的 這不是我說的 請問以後你們要問世主還是問世主的爸媽 所以下比這件事情 這不是所謂什麼宗教力量 就是課 沒有 那知道玄學跟科學到最後其實是一樣的 也別說玄學啊 神學跟科學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那你說 就是昨天在直播上是跟網友說每天早上八點來找你 那你之後未來還是會繼續來 那 那 已經早上八點來我自己太累了 以後到那個 欸 在新莊的那個湯城 來找我 因為我之後會辦讀書會 歡迎大家隨時來找我討論一下 我今天可以帶一些自己的書啊 分享一下自己的冰環啊 我真的都一定很明顯 所以自己本身是早起的人嗎 就是今天算蠻早 我最近都蠻早起 八點起來 或者是睡 開心的話 心情放鬆的話 可以睡到四點 起來就是訓練 訓練完就是工作 平日的話是這樣 我每天如果不做一些建設性的東西 我自己也沒辦法放鬆這樣 你就想像我是一個有一個 PTSD的患者這樣 然後前幾天才有兩台大卡車 又想去一門沙把我撞了 在台灣 從來都不知道我自己的國家可以讓我 PTSD又更優化一樣 單純是一樣的 沒有對大家有什麼 第一 沒有對大家有什麼 第一 老大老媽知道你今天早上出來嗎 當然不知道 他們有在家嗎 我媽應該還不睡吧 我爸我不知道他已經去哪裡了 所以沒跟他聯絡 所以想跟他們偷偷 我說我跟我媽已經和解了 所以爸爸最近都沒有回家嗎 他去工作 還行 在發生事情之後 爸爸有跟你聯絡過嗎 他應該跑去躲起來了 他跟沒有的狀況還好嗎 他有跟你關係嗎 我去跟他說什麼 不干你的事 他跟媽媽也是有提到希望他不要再爆料嗎 沒有 你不用講這麼多啊 媽媽還沒睡是因為 他睡了 他已經睡著啊 下次話要聽清楚 不討厭有人話聽清楚 而且你們還靠我真正 想問一下你剛剛說就是 放鬆的話會比睡比較晚 包括 如果壓力大的話是會比較早起 對我來說 我已經沒什麼需要好擔心的 所以我最需要學會的就是如何放鬆 因為台灣是一個很有敵意的地方 你們就想像一個 因為我不是軍人啦 但我有PTSD 然後我在一個有這麼多敵意的地方 請問我要怎麼放鬆 每個人看到我都很不自然 沒有 在泰國的時候被警方抓走的時候 是怎麼樣跟他們溝通的 您會泰民嗎 沒有 那是什麼樣去跟他們溝通 無法溝通 無法聯絡大使館 無法聯絡我認為親朋好友 我就說這件事情的黑幕很黑的 因為自由的國家喔 法律的邊界越模糊啊 不是說法律給我管什麼 他就是會照做啊 所以被警方抓走的時候 你自己也完全不知道警方在說什麼嗎 沒有 我當然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那第一個地方先被帶去哪裡呢 不告的是你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就說那個被下骨的意願是哪裡 我也不知道 所以當你被帶上車之後 你完全不知道去了哪裡 你要知道你們今天新聞PO的那個上車的畫面 那只是前奏而已啊 那只是序章而已 後續我被釋放了以後才發生更多你們想像不到的事情 有機會跟大家POLO一下嗎 可以啊 就像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講了大概了嘛 以後再把我的泰國 有奇妙異世界轉生的故事再跟你們說說看這樣 因為我說過不會想起那些事情讓我很痛 而且我有PTSD 所以不要再逼我了 可以嗎 才會不會為一個人問我 然後也是怎麼應該要坐呢 喔 謝謝啊 謝謝會員 謝謝妳 謝謝呢 謝謝師 cop